这朵红色的花 我觉得特别漂亮 尤其是过节之前 如果买一个放在家里 应该很喜庆吧 我查了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杂交鼠 这是它的名字 鼠名的中文翻译 伯利奇兰鼠 看起来这像是音译 但不是我译的 是我查到的 但是它的品种名 我没有查到 品种名我写的也是音译 这是我自个儿写上去的 不过我查到 这个品种名 就是培育这个品种的人 以他妻子的名字命名的 奈利伊斯勒 感觉这个品种可能挺有名的 查到的资料还比较多 前面说过 这是一个复杂的人工杂交鼠 玻璃提兰鼠包含了 以上四种不同鼠的基因 这个品种有香味 花期不定 一年可以多次开花 我查到了一些这个品种 关于光水肥温度等等的要求 不过查到的资料不太一致 我又没有亲自养过 所以也不太好决定 相信哪一个了 比如说浇水 我查到一个说 不要干透就可以浇 那另外一个说 干了才浇 对资料的要求 倒是都差不多 要求保水性比较好 排水性也比较好 还要疏从透气 所以树皮混量就很好 对肥料的要求也好说 因为基本上 富生兰都是需要 薄肥勤施 生长旺季 多给点生长旦季 减少或者停止用肥 对光的需求 我想就参照文心来吧 三个季节在户外要遮阳 只有冬季可以不遮阳 但这个冬季不遮阳 也是要考虑温度 有些地区冬季可能不适合在户外 那有些地区冬季的户外 可能也会很热 那还是要遮阳的 我还查到它喜欢凉爽通风的环境 大致的室温在13到26度 从它的植株能看出来 它是合轴生长型 所以它的繁殖方式是可以分株的 换盆的频率 有的地方说一到两年 有的地方说三到四年 那我觉得就看情况吧 长满了就换盆 花芽生出的方式 看起来跟文兴兰是一样的 从新长的甲林静的 肌部的两侧长出来 关于玻璃齐兰鼠 我就先说这么多 如果您恰好有这个品种 有养护它的经验 欢迎您留言 先谢谢您